你要修阴了 你才会得果报 下面这个空目的六度 六度就跟你讲修阴 你得什么果报 第一个给你讲布施 布施这个意思也是广义的 也不是相义的 到哪个地方去捐一点钱 这就是布施了 这是无量布施的一种 实际上这个六度是菩萨生活六大纲领 每一条里面 它的范围都是涵盖我们一生 全部的生活 全部的活动 我们要明白它的真实意思 比如说布施 布施是将牺牲奉献的 除了我们用财可以布施 我们体力也是布施的 你是一个家庭主妇 你每一天在家里面整理你的家务事情 让你一家人过得很舒适 如果你在行布施啊 那不是学佛的人每一天做同样的事情 哎呀洗衣烧饭累死了 天天就在这个工作无聊啊 厌倦不堪啊 如果是学佛的人每一天在行菩萨道啊 每一天在学六波罗味啊 快乐无穷啊 同样干这些事情 你看那个面头又转过来 不一样 你是在修布施布劳的 你是在供养你一家人 不但供养你一家人 你这一家做得整整齐齐 让你的邻居亲戚朋友看 你是个模范家庭啊 影响他们 教化他们 可见得 你做这一桩事情 不是利益一个众生 利益一切众生 一个人是一切人的榜样 我这个家是世界上 所有一切家庭的榜样 你做生意 你的店是所有一切开店的人的榜样 你这个公司是所有天下公司的榜样 这叫行菩萨道啊 普度众生啊 你就晓得 六波罗味他的境界是多么广啊 就展开来 境虚空变化界 不止这个地球啊 这个地球太小了 你有这么大的心量 有这么大的眼光 这是大臣菩萨 我们通常 佛把这意思归纳起来 所有一切故事 不外乎三大类 三大类就全部都包括了 第一个是财故事 财里面包括内财外财 外财身外之物 内财身体 我家的财外财 乡 为什么 感谢观看